中求领导人每个人的个性都不一样 但常常一个小动作就会显露人格 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丁 外传他曾经在谈判的时候 徒手将铅笔折成两半 另外他还曾经被拍到笔差一点掉下桌 他反应超快 伸手一抓展现好伸手 普丁强人形象向来喜怒不省一色 但瞧瞧他手中的铅笔怎么被折断了 外传多年前一场谈判 结果不如预期 普丁手中的铅笔就被折成两半 脸上还抱青筋似乎很生气 如今证实这是假新闻 公开场合普丁总习惯把玩手中的笔 没想到被网友拿来披图以假乱真 不过普丁伸手的确了得 他曾被拍到放下文件 结果让笔差点滚下桌子 只见他快手一抓成功救援 KGB特训过的伸手果然不是盖的 抓笔真的是小case 网络上还流传他打赤膊骑熊涉水而过的霸情一片 后来他亲口证实只是被合成的 厘头典礼上他还顺手为退伍老兵披上毯子 展现暖男形象 但伸手好的可不止普丁 专访中被苍蝇乱入 美国前总统乌巴马用力拍苍蝇直接毙命 突如其来的宠宠危机 仍让他展现绝佳的运动能力 突发状况真的能看出政治人物不为人知的一面 像是一本震惊的日本前首相安倍 就私下多次被拍到撩起西装拉裤子 甚至连终于的场合或女性在场都毫不避讳 即便旁人尴尬转头 他仍忘我继续拉 虽然只是不经意的小动作 但反差实在太大 不免成为关注焦点 记者综合报道